簡報快速鍵的運用 在播放簡報的時候呢 按右鍵切換 有些些畫筆啦 箭頭啦 這些功能喔 但畫面不好看 那我們在簡報播放的時候請同學記幾個快速鍵 如果按Enter呢 可以做什麼 播放下一張投影片 Escape鍵是什麼 立刻結束 那Ctrl-P P就是Pencil或是Pen 就可以把滑水棒變成筆 那Ctrl-A呢 就變成箭頭 A是Arrow 這取這個意思 那E呢 Eraser是橡皮擦 如果你有在畫筆上 簡報畫一些東西 按鍵盤的E就可以快速的把畫筆 把它清除 這幾個快速鍵叫Enter是下一頁 那Patchdown、Patchup上一頁、下一頁 我們來播放看看了 譬如說回到第一頁來 進行簡報播放 按Enter 切換到下一個 對不對 好來 那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那如果你想介紹呢 像是箭頭對不對 Ctrl鍵加P 同學看一下 有沒有變成一個紅紅的 好介紹冰川 本來這個地方是白色的 後來就 一直變 像冰川往後退喔 現在這邊都快沒有了 這是 不同年代所拍的照片 按鍵盤的E Eraser是橡皮擦 就可以把它塗掉 再畫一次 你看這個地方 已經退到這裡來 這個之前這裡還有一些些 那 Ctrl A又切尾到箭頭 按鍵盤的E Eraser是橡皮擦 那如果結束簡報呢 好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時間關係來不及講了 按Escape鍵 就回到簡報來 所以我們再提醒同學 一般在播放簡報 請同學把這幾個快速鍵 把它背起來 這樣你在展示簡報的時候呢 就不會需要按右鍵啊 那個再做設定 那是比較不完美的一個效果 那是比較不完美的一個效果